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表示如果有这个想法 自己可以帮忙 原本李冰冰就有进圈的念头 只是苦于没有方向和贵人相助 高强的出现 给李冰冰指引了方向 两人一拍集合 打得火热 在高强的帮助和指导下 李冰冰考前培训了一番 如愿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人权 廖凡等人成为了同学 进入上戏后 李冰冰的眼界不仅得到了开阔 而且还因美貌过人和社交手段了得 赢得了许多富二代的青睐 李冰冰一边学习表演 一边拓展自己的人脉和交际圈 瞬间把自己的领路人高强抛到了九霄云外 追李冰冰的人很多 她的备胎自然也不少 人权也是李冰冰的备胎之一 上大学的时候 李冰冰和人权相谈甚欢相见恨晚 两人惺惺相惜 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表演节目 合作策划街拍各种活动 虽然人权长相帅气 温文尔雅 还颇有才华 可李冰冰想棒的是大佬和大款 她根本看不上彼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人权 李冰冰不接受人权的追求 也不拒绝人权的嗜好 她享受着人权对自己的好 把人权当作备胎 当时人权很喜欢李冰冰 默默陪在她身边 对她百依百顺关怀备至 两人的身影遍布了上系校园 如胶似漆 形影不离 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 同学们都以为他们在一起了 还将两人称为金童玉女 人权以为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足够用心 就能打动李冰冰 把女神追到手 而且女神对她的态度 让她感觉自己还是有希望的 可令人权没想到的是 李冰冰只是利用她罢了 当她找到参天大树乘凉 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她这把遮阳小伞踹到一边 1997年 李冰冰因机缘巧合结识了身家百亿的商业大亨石涛 石涛靠房地产行业发家 多才多艺 人脉甚广 为了上位 李冰冰主动出击 不顾对方有家事 头怀送抱讨好大佬石涛 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棒上了石涛这棵参天大树 石涛知道李冰冰和人权关系暧昧 她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走得太近 李冰冰赶紧和人权撇清了关系 一脚踢开了人权 全心全意屈负石涛 看到李冰冰如此上道听话 石涛一开心 大手一挥 一致千金给李冰冰买车买房 玩起了金屋藏娇的戏码 两人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 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外 石涛还不予一力地帮李冰冰铺路 助她的演艺事业一臂之力 石涛把李冰冰引荐给了自己的老朋友王中军和王中伟 彼时的王氏兄弟创办的华裔兄弟在圈内声名远扬 地位颇高 算是影视行业的佼佼者 要是能得到华裔兄弟力捧 就离走红不远了 于是乎 李冰冰左右逢源 把王氏兄弟迷得神魂颠倒 利用美貌换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源 如果石涛知道李冰冰会给自己戴绿帽 她一定不会把李冰冰引荐给华裔兄弟 可惜没有如果 李冰冰是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审视多事 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石涛虽说是地产大亨 超能力过人 但她的生意大多都在房地产行业 对娱乐影视行业没什么影响和涉猎 能给自己的帮助和资源 不如王氏兄弟那么大 因此 李冰冰一边稳住金主石涛 一边讨好王氏兄弟 兴许是李冰冰魅力太大 太懂得讨男人欢心 她把王中军哄得心花怒放 那段时间 王中军出席什么活动 都会带着李冰冰 两人眉目传情 打情骂俏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常在喝边走 哪有不失邪 李冰冰跟王中军的桃色绯闻 很快就传到了王中军原配妻子耳中 王中军的原配妻子可不是好惹的 据说王中军能功成名就 离不开妻子的帮助 收到丰生的王夫人当机杀到公司 霸气宣誓主权 并给了李冰冰一个下马位 赏了李冰冰一个耳瓜子 而惹不起的李冰冰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这件事过后 王中军疏远了李冰冰 对她没有以前那么热情和殷勤了 李冰冰虽说很郁闷 但也无可奈何 虽说痛失了王中军这个靠山 但李冰冰并没有气馁 她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重新扬帆起航 找到了新靠山 李冰冰的新靠山不是别人 正是王中军的弟弟王中磊 王中磊和王中军一起创办和管理华一兄弟 无论棒上兄弟俩中的哪一个 都前途不可限量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王中磊和王中军一样 花花肠子一大堆 兄弟两人花名在外 没少探索女星 面对李冰冰的主动示好 王中磊来这部剧 照单全收 李冰冰也俘获了王中磊的心 2000年 李冰冰成为了华裔兄弟 所签下的第一位女星 得到华裔力捧的李冰冰 因主演电视剧少年包青天而被观众所知 之后又主演机灵小不懂打开了名气 凭借过年回家 获得13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奖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李冰冰的劲敌是另一个冰冰 双兵之争长达7年 双方各显神通 分庭抗力 争夺华裔一节的位置 两位冰冰解释君利敌 不管是认识的大佬 还是人脉资源都差不多 两人和王氏兄弟关系匪浅 和成龙大哥也交情深厚 不知是和范冰冰较近的缘故 还是说成龙大哥太有人格魅力 两位冰冰都争先恐后地对成龙大哥投怀送抱 大哥也很热情地跟冰冰们对酒当歌 热心给大力讨好自己的李冰冰推荐资源 双方各取所需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日子 讨好大佬的同时 李冰冰也没忘了享受恋爱的滋味 拍戏时 只要有和演员的男演员 他就会忍不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及时行恶 将剧组夫妻的游戏领悟到了巅峰造极的地步 2003年 李冰冰和朱孝天音拍摄电影《无极相识》 两人一见钟情 随即天雷勾地火 坠入了爱河 由于双方事业处于上升期 只能谈地下恋 偷偷偷摸摸优惠 2004年 李冰冰和朱孝天被拍到在酒店优惠 两人一见面就情难自尽地亲热起来 随后更是一起相拥乘坐电梯上楼 在酒店深华感情一夜未出 彼时的李冰冰走的是青春玉女路线 酒店优惠的画面一出 李冰冰的玉女形象受到了影响 他昔日靠大佬伤威的事情也被扒了出来 一时之间李冰冰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被诟病是最会装的白莲花 为了维护李冰冰 朱孝天化身护花使者 站出来表示 只是在房间聊天看蝶 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有什么流言蜚语和不好听的话 冲着自己来就好 不要伤害李冰冰 然而朱孝天的主动背锅 并没能赢得李冰冰的感激 李冰冰选择明哲保身 把锅都甩到朱孝天身上 李冰冰对记者说道 我不想再回答这个问题 不想再被人利用 作为一个炒作的对象 今后不再见朱孝天 言外之意就是这件事情 是朱孝天拿他炒作 自己被利用了 是受害者 以后不想再见到他 此话一出 李冰冰成功将矛头指向了朱孝天 众人纷纷认为 是朱孝天拿李冰冰炒作 朱孝天看到李冰冰这么无情 索性破罐子破摔 直接承认自己是在与李冰冰拍拖 记者拍到两人在酒店优惠的照片是事实 不仅如此 朱孝天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看在他那天表现很好 很投入的分手 既然这个责任要我扛 那就我来扛吧 明晃晃打了李冰冰的脸 同时也推翻了此前聊天看谍的说法 朱孝天的此番言论 一旦激起千层浪 李冰冰的玉女形象荡然无存 乌漏偏逢连夜雨 情场失忆的李冰冰 事业也走起了下坡路 随着华裔兄弟没落 李冰冰的演绎资源大不如前 他出走华裔 自立门户 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 美貌也不如当年养眼 又或许是被资本抛弃了 李冰冰之后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 他也只能到处棒金主 讨要好处 2008年 李冰冰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因为他当众讨好大佬 频繁向大佬要车 一度被骂斥相太难看 这年 李冰冰接到了一个豪车代言 与品牌方老板一起上台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时 李冰冰非常卖力讨好品牌方老板 当众向品牌方老板发点撒娇 希望对方能送他几辆豪车玩玩 李冰冰说自己要求不高 每种型号的豪车都要一辆就行了 便说还便用火辣的眼神看着品牌方老板 品牌方老板也不是傻子 一样型号送他一辆 都是代言费的多少倍了 更何况以李冰冰现在的姿色 也不止这么个价了 对于李冰冰不要face 多次索要车子的行为 网友也忍不住调侃到 他这哪里是想要车 他想要的是这个富商驾驶员 但人家看不上他 所以才不送的 里面门道多着呢 反正当时品牌方老板 当场婉拒了李冰冰的无理要求 不管他如何发点哀求 也置之不理 至于两人私下有没有在约谈 有没有私下谈拢交易 就不得而知了 兴许李冰冰也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 竞争力大不如前了 所以没有再继续跟大佬纠缠 而且就算他有心也无力了 后来李冰冰改变了胃口 开始探索起了小鲜肉 交往了几个鲜肉男友 享受被弟弟们追捧的快乐 2017年 李冰冰发文官宣恋情 据了解 李冰冰交往了一位 比自己小17岁的新男友 对方叫许文男 是从事投资行业的 收入因时 但经济条件比起李冰冰还是差远了 2021年 李冰冰和许文男分手 两人四年情段 分手的原因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李冰冰现在已经50岁了 这个年纪 估计已经没有大佬 再愿意捧他和为他驻足 而和小鲜肉谈恋爱 人家鲜肉还年轻 心性未定 也未必愿意跟他步入婚姻的殿堂 唯一值得庆幸是 李冰冰的样貌和身材保养的都还算不错 有钱有言傍身的他 活得也算潇洒惬意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